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可以由C key 下一刻的breach是由C key 转到G key 下一个chord是B minor B C B7 其实它的 好像有点走音 我弄一弄好 搞定 说回一些提外话 我有时候看回以前周荣的歌 以前有时候其他歌还没弄弄的拍片 真的很辛苦 耳朵很辛苦 所以 接着有观众说完我之后 我就从此不敢不吭 但刚才都没吭 没吭好 所以现在要吭吭 看回以前的歌后 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自然 我真心自己都 自己都 背负自己 你呢? 恢復,不是恢復,恢復 好,那現在 剛才我講的,他的混帳是Em D,C 接著去B7 但周國元在Live那裏彈些什麼? 他把C chord 一下子自己放在這裏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這個是Em7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如果鋼琴上 不是,如果鋼琴上 樂理上,這個E chord 是E,G,B 但是呢 Em7就是E,G,B 加到D 但是呢,Em 這四個音,如果拔走了E 拔走了Bass 上高呢,其實是一個G chord 因為我這個 我忘記說 我現在知道結他是E,B 所以 其實呢,Em 這個就是E的Bass加一個G 所以呢 但是,為什麼這個位置是G chord呢? 我們想想 這個是C chord 只限這三隻手指 只限我按緊那三隻手指 如果我把C chord 全部的手指 升一度 升兩格 吉他每一格 每一格 代表半度 我升兩格 就變成升一度 那C chord升一度 就是D chord 那我這三個手指 按緊的音 就會變成D chord 所以周過玄 經常用這個 chord 當作D chord 再加上空弦 就撞到了D 不知道是什麼 chord 是一個很複雜的 chord 這個是D 我們繼續去 C D 再升一度 就是E E升半度 是F 記住E升半度 是F 這是惡理 這些背 死背 接著呢 F再升一度 就是G 所以我成功 令這三隻手指 結那三條 演變成一個G chord 就是一個 chord 之後我再加上 頂那條空弦 是E音 Ebass 接著第三弦 現在也是空弦 這個呢 本身Em第三弦 也是空弦的 所以這個也是Em的音 沒錯 第一弦也是空弦 第一弦是E音 也是Em的音 第一弦 一直都是空弦的Em 所以這個 chord Em7 大家以後看到Em7 又可以多一招用 懶型吧 我現在在聽Em 真的嗎 好 說回 剛才剛剛過完 周杰瑩經常把D chord 變成這個 C chord 變成C chord 所以他又用D chord 所以他就滲下去 噴到一格 教大家 他就像Live 是有加尾指 好了 如果我們彈一個C chord 我們加尾指 第一弦第三弦 那呢 其實也是C chord 因為C chord 的音是C E G 而第一弦第三弦是G 所以呢 第二弦呢 如果大家呢 如果想懶型 他經常說懶型 好像有點扁軟 其實不是扁軟 如果想這個聲音有少少不同 你彈的C chord 跟別人有少少不同 你加尾指在這裡 聽聽自己喜不喜歡這個feel 可以代替C chord 不是代替C chord 它根本上就是C chord 它也是C chord 只是變了一個音 一個不同位置的C chord 所以呢 它是C chord 所以呢 它是Live KBoss 好像是加尾指 哦 就是說這個是D 如果這個用到D 我加尾指 它也是B chord 不是要唱著 因為待會唱都是這幾個 chord 都是這四個 chord 所以呢 他首先結合了 chord 之後彈一次這四個 chord 然後再彈一次這四個 chord 那時候就進去Bridge 所以我或者示範多一次 那這個D chord 先說完 它是C chord 那你又可以加尾指 最後呢 B7 這個 B7有兩個按鈕 這是B chord的B7 這裡穿了一個洞 直到B 剛剛彈結他 這個B7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B7 大家都知道 我不刻意描述 B7 那就一次了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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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很有趣 他唱的時候他又沒有這個 但可能會間奏 不知 比較厲害 然後 C 他就用回音 B7 他就用回音 跟B7 A D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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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 B7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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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 A 自為太令女一套想法誰又會收回 接著這裏就不是C,這裏就變成G chord 這個因為我看他的影片,我完全看不到他的結他 我聽到他的chord是道,我就用G chord 接著他這裏就這樣 自為太令女一套想法誰又會收回 自為太令女一套 接著是Rae,即是G key的Rae,即是A-mine 接著是Fa,試過 好像是E-mine 對,E-mine 這裏的確是這樣 我覺得這裏都是之前的,所以我不特別說 如果真的很需要你去表演 接著這裏就帥氣了 接著這裏我可能要剪很多刀 我喜歡剪片 那裏是一個無限的E-mine 但是他需要一些 他需要一些melody 一些lead的東西 所以 好,我們來看下怎麼彈 我們想要學一個手型 這個手型好像之前 我忘記了我彈什麼歌 好像有做過 就是我們怎樣彈一個八度的音 好,我想你 食指放在第六弦 無名指放在第四弦 接著整隻手指 食指在第十二格 如果你們沒有我這個缺角 順帶一提 大家知不知道結他這個缺角有沒有用 這個缺角是用來 讓大家可以彈到很高 可以彈到這些 如果你們沒有缺角 你就頂住了 一個人都頂住了 我見他拉都頂住了 好,我想你彈第六弦 第十二格 無名指第四弦的第十四格 想了一個形狀 是同一個音來的 是一個八度的音 這兩條弦 是一個八度的音 有這個手型 我想你只能讓這兩條弦響 其他弦的想法 就瞄住了 這個是最乾淨的聲音 怎樣瞄住呢 就是 你按了那兩條弦 我的食指就會 碰住其他沒有按下去的弦 輕輕碰住 你出到我這個聲音 就代表你成功了 就是我其他弦 其他弦是不同的 第五弦是有點難看的 但是第五弦也不響 因為你頭尾都按了 但是中間要有一條弦 大家嘗試一下 這個感覺 就是食指要插住其他弦 放鬆碰上去 接著按下去 那兩條弦 因為其實那兩條弦 黏了下去 其他弦在上高 你瞄住上高 輕輕碰著 你按下去那兩條弦 它應該會響 因為跌了下去 所以沒有沒有 或者也不關那一條弦的事 因為在前面 這個手指在前面 所以你沒有沒有沒有 也不關事 但是這隻按下去 碰到 那就搞定了 它是這樣的 低音 我會這樣 我的節奏是 落落落落 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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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那個落上是慢動作的 是慢一倍的 但是大家嘗試一下 捉 我覺得這個有點複雜 剛才錄錄一下 那部機器沒電 我們繼續 所以大家的鏡頭 可能有時候不動了 好啦 剛才講到 又低把位 又按那兩粒音 接著 我會這樣 接著 下一個就 食指不是12格 低半度 兩手指一起彈 第二組 接著 再低半度 這樣 對了 再低半度 那其實只要把這句 重複 就是 一路低半度 這樣 四次 第一個 然後低半度 第二個 然後低半度 第三個 然後低半度 第四個 那個節奏有點像 一開始 第一節 可以看回 第一 《小怪英雄》 上集 就會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那我先示範一次 所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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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的 然後 很慢的下去 然後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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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落落落上落上上上上落 上上上落上上上落 大家可以再看上一段影片 我完整地示范一次 然後把這件事重複一次 誒,動轉了,Sorry 然後,重複兩次 我跳得不太好,Sorry 不要緊,因為沒有練 然後,下一個 他就直接把E minor 重複兩次之後,第三次 我們直接 今次不用六四弦 我們今次用五三弦 一樣是做法的距離 但我們第六弦都要瞄準 因為我們現在用五三弦 我們五三弦食指,今次是第七格 食指是第七格 然後,變成無名指是第九格 但就是在第三弦,他們是隔一條的 然後,要Me or 即是 好像是這樣的 我聽得到,沒有一個 應該是這樣 首先是第七弦 接著第七弦去第九弦 接著半格去第十弦 接著直接跳十三弦 那它每一下應該有slide in 就更難一點 所以你可以先玩這個 其實 是第十三弦 那個節奏是跟剛才那一弦一樣 這樣就可以去少數未夠否決大波數 下一段 但是它如果slide in 嘩,好了,做得太差,我試試 slide in 就是它每一下就 可以由頭到slide 我真的沒練 所以免得彈得太差 讓你們發現 好了,所以 之後就去C chord 小數未夠否決大波數 那也是CDE minor 不過D也會用這個 那些東西跟之前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其實還有一個勾草 如果大家想學,留言說想學 如果這段影片足夠50個讚 那我就會加起來 其實可以自己收拾 因為我這段影片有50個讚 真的有點難 但是你們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後面那些會比較容易收拾 後面還有一個outro 我覺得周瑋瑩這次KKBOSS的live 都準備得很好 一支結他編曲都很完整 大家可以學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 喜歡這段影片記得按LIKE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有很多關於音樂的教學 或者一些Cover 也會有很多直播 還有什麼? 糟了,太久沒有宣傳 可以追蹤我的IG、Facebook 今天要講的是這麼多 有問題的留言問 完 碰到六球 在這邊 的影片 コメント 快點 快點